而遭到土石流撞击的自强号列车其余受困的乘客 被游览车接驳到屏东方辽车站 而一对母子谈起当时的惊险一瞬间 真的是余悸犹存 当时的状况我们也先交给记者刚梦荣 好 直播从台东前往高雄自强号 在屏东的方山遭受土石流攻击 这些其余受困的乘客 已经纷纷都被接驳到了方辽车站 准备达乘接驳车离开 不过我们看到这些乘客 在谈到当时惊吓的状况 还是是语气有存 尤其这对母子 妈妈坐在第一节车厢 儿子坐在第六节 当时发生状况的时候 妈妈立刻冲到第六节车厢 要找儿子是吓得不得了 来看看这个当时的情况 那你儿子坐第几车厢 他坐第六 他坐他的号码 会不会担心 我担心 我走到那个第四车厢的时候 发现到那个第四跟第五那边 是整个是错开的 然后没有办法 不得其谋而入 然后我就很担心 我儿子发生什么状况 然后我听到说 我一直问说 你们是不是第五车的 他们说第五车 我们第六车完全没有 我吓呆了 我是坐在第五车 当初也是在大地震 瞬间的话 就第六车跟那个第五车 第四车就全部偷鬼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妈妈谈起 当时要找儿子 状况真的是惊险万分 一直从第一节车厢 冲到第六节 不过不得其门而入 真的非常的担心 幸好儿子也平安无事 他也秀出了他第六节 车厢的这个车票 不过其余的乘客 也说起当时 这个冲击的一瞬间 真的就像地震一样 天摇地动 那所有的乘客 都在尖叫 尤其在山洞里头 还伸手不见五指 状况真的是 非常的危急 那幸好呢 目前都已经纷纷 接驳到平安的地方了 以上是在这个屏洞 情况就交给彭内直播 好我们看到 十方八项呢 母亲真的是吓坏了 好 好 好